大家好,今天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首都福努科沃机场已经关闭 莫斯科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同时在克里米亚方向 今天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北部的琼加尔大桥 以及亚米安斯克地匣附近发动了空袭 使用的是法国生产的风暴指引巡洋导弹 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个大桥大家可以看命中大桥中心位置 这个大桥现在已经被完全关闭 那俄军还击落了风暴直营导弹 可以看这琼加尔大桥 这个大桥遭起以后整个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 部分桥体呢出现了垮塌 可以看桥体出现垮塌 俄军呢使用了凯甲S1防空系统 拦截了一枚风暴直营巡洋导弹 这是拦截的风暴直营的残骸 你可以看它这个风暴直营啊 这个是塑料的外壳啊这是特殊的这个碳纤维的这种外壳 实际上里面装的都是燃料 它体积非常大但是呢重量非常轻啊 可以看啊这是风暴直营的一些零件 这次打击呢实际上呢是对昨天夜间俄军高精度武器打击赫米利因茨基康斯坦尼诺夫地区的这个 乌军空军基地的回应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俄国防部呢证实夜间的高精度远程空机和海机武器 对赫米利因茨基州康斯坦尼诺夫地区和罗夫诺州杜布诺地区乌军空军基地进行了集体打击 赫米利因茨基方向的打击呢摧毁了乌军的苏-24战机以及啊风暴直营巡航导弹 这个基地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曾经访问啊 赫连斯基呢实际上呢在乌克兰的空军日也发了这个文章 昨天的打击的时间正好是乌克兰的空军节啊 这是赫连斯基啊访问该基地期间与苏-27SIM装备合影 那么这个照片上大家可以看啊 赫连斯基公布的照片上 这个小的角落有一枚导弹 这是向俄罗斯展示的一枚导弹 这枚导弹呢是美国制造的AGM-88反辐射导弹 通过这张照片告诉俄罗斯人 告诉全世界乌克兰已经 它的苏-27可以装备美军的导弹了 所以这张照片啊 我要不给你解读的话 你可能就只是把焦点放在赫连斯基这个人身上 这个位置才是关键 这个导弹才是关键 昨天打击的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基地啊 上了部署有法国生产的风暴指引悬航导弹 还有乌克兰的苏-24战机 乌克兰方面呢也公布了最新的视频啊 苏-24战机悬挂最新的法国的风暴指引导弹的画面啊 泽连斯基也视察这个基地 签名留念 所以昨天打击的就是这个基地 摧毁的基地的这个仓库 包括风暴指引导弹大型仓库 我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你可以看啊 这是昨天打击的一些画面 俄罗斯方面也公布了昨天一些现场画面啊 整个的基地被完全摧毁 可以看到啊 俄军呢实际上是使用了巡航导弹 另外呢还使用了高精度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整个基地被完全摧毁 大家可以看啊 打击这规模非常大啊 而且现场还发生了多次爆炸 说明这个实际上储存的这个弹药威力是非常强大的啊 风暴指引 这个位置呢 大致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卫星图 我按照这个卫星图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公布的现场的照片呢 先可以看到啊 这次打击的区域 是距离当地的空军基地 约1.2公里的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呢 被完全摧毁 那仓库呢 实际上呢 过去啊 并没有公开这个仓库的相关的细节啊 那么俄军呢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乌军大看蓝色啊 蓝色的这个方块和红色方块就是昨天打击的两个区域 一个蓝色一个红色啊 俄军呢 实际上已经掌握了 这是蓝色的啊 蓝色方块 昨天打击的这个仓库 红色方块 看到了吧 红色方块 那么俄军已经掌握了乌克兰的风暴指引啊 他的储存的位置啊 说明俄军的情报部门啊 俄斯联邦总参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非常细致啊 了解到了乌克兰 他储存风暴指引这个位置 而且呢 导弹什么时间进去 什么时间出来 什么时间在这个仓库里 了解的非常详细 所以呢 先发射这个匕首高穿速导弹 完全摧毁了两个仓库 这个仓库大家可以看啊 他距离这个机场1.2公里 这是机场 这是泽连斯基访问的那个空军基地 部署有所 大家可以看啊 这机库里边啊 部署有苏24啊 那么这个军事仓库 离他有1.2公里 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这个位置 所以距离这个 这个赫梅利尼茨基啊 他的这个康斯坦尼诺夫军事基地 1.2公里处 昨天打击的是这个位置 那这些仓库呢 实际上有一条铁路 将这个风暴之行导弹 可以用铁路运抵现场 然后呢 挂载发动对俄罗斯的突袭 特别对克里米亚的打击 那么今天呢 对熊加尔大桥的打击 就是为了报复昨天啊 俄军的高超音速导弹 匕首打击这个仓库 我还用比我还是用这个风暴之影 就告诉你俄罗斯 我的风暴之影还有库存 不止这一个基地 那实际上呢 今天对熊加尔大桥打击 完全切断了克里米亚北部的 后勤补给通道 大家可以看 这是熊加尔大桥 那目前的整个熊加尔大桥的运行 已经完全中断 照片上显示啊 现在呢 熊加尔大桥的汽车 现在已经完全的停驶 如果想要过境的话 必须绕200公里 绕200公里 你才能到达这个赫尔松 也就是说实际上增加了 克里米亚 他后勤补给的压力 那乌军呢 实际上现在判断啊 俄罗斯方面呢 在熊加尔大桥这个方向的补给 主要是提供格尼奇斯克啊 乌克兰的南部 南部战区的司令部 以及克里米亚指挥部之间这个联系 那么切断这个熊加尔大桥 乌克兰啊 他的陆地通道要绕200公里左右 绕到这个靠近赫尔松一侧 那么俄军下一步呢 如果将补给通道转移到这个方向 乌克兰也可以打击 打击这个地侠方向 这个地侠虽然没有大桥 但是这个地侠非常狭窄 俄军啊 很容易遭到乌军的这个空袭 所以这个地侠方向啊 乌克兰方面也可以出动无人机打击 那么实际上绕到200公里以后呢 你可以看有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个M14公路 看到了吧 那只能通过M14 以及南部的这条土路 通过这条土路 运送部给物资 但这条土路啊 实际上它运输能力有限 也就是打 打穷加尔大桥 限制整个克里米亚后勤补给 另外让俄军不得不靠近赫尔松 它的补给线靠近赫尔松 赫尔松方向的火炮就可以 瞄准这条补给线 看到了吧 赫尔松的无人机也好 火炮也好 就可以打击这个地侠方向 那么实际上穷加尔大桥 它的整个的 封闭 也是 克里米亚北部地区 最重要一条通道 被完全切断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呢 乌军还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 俄罗斯方面呢 也证实 现在莫斯科呢 弗努科沃机场呢 已经停止了 运行 莫斯科的市长 苏比亚宁呢 已经证实 上午11点左右 一架无人机 试图突破莫斯科的防空系统 在激进时呢 被俄防空队摧毁 那莫斯科周边呢 还找到了乌克兰 这个无人机的残骸 福诺科沃呢 现在已经完全关闭 11架出发的航班 被紧急叫停 另外有15架 到达航班也被延误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呢 福诺科沃还是没有 恢复正常 那现在呢 怀疑有无人机 进入这个福诺科沃机场 所以要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在福诺科沃周边地区 要保证民航机的安全 所以飞机禁止起降 要把这个无人机清理掉以后 才能进行这个飞行 可以看这个无人机的残骸 我呢 还是提醒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华人 现在实际上 乌克兰方面对莫斯科的袭击 可以看到 乌克兰对民用设施 特别像机场 福诺科沃机场 以及一些民用的 能源基础设施 未来呢 包括住宅区都可能成为 乌军的打击目标 所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现在并不安全 而乌克兰方面 已经拥有了什么 拥有了远程打击的能力 那这次法国向乌克兰 提供的这个风暴指引 射程呢 可以达到 290公里 达到300公里 可以完全覆盖整个的 这个克里米亚方向 那泽连斯基呢 在 空军节 也公开了这段视频 法国的这个290公里的这个导弹 俄军也公开了 今天呢 使用这个 铠甲防空系统 击落这个风暴指引的画面 这个风暴指引呢 是可以被拦截的 可以看啊 现场 现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都集中在 克里米亚方向 主要对克里米亚 大桥 以及克里米亚北部 南部 司令部 特别是在 格尼西斯克这个方向 进行防御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它的防空系统 主要集中在基辅方向 泰伍时报呢 也援引乌克兰防空司令部 一名中校的说法 去年12月呢 基辅由于高强度 实际上处于 防空弹药紧缺的情况下 甚至呢 已经没有防空弹药 能够拦截俄罗斯的打击 随后呢 西方紧急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 目前呢 根据泰伍时报的报道 每个月 乌军消耗约160枚爱国者系统 每个月消耗160枚 那美国每年生产呢 大约就是160枚 所以在乌克兰每个月 消耗了美国一年的爱国者系统 如果乌克兰的能源部 部门的很多的设施 再次遭到俄罗斯更大规模的空袭 那么美国也没有爱国者系统生产 根本不够用 所以今年冬季 如果俄军大规模空袭基务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 乌克兰全境没有爱国者系统 导弹可以发射 乌克兰现在把整个的防空系统的主力 都放在基辅方向 包括爱国者 包括这个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还有S300 还有德国的 德国的防空系统 都部署在基辅附近 那么其他的这个战略要地 包括机场 包括赫米利茨基这个机场 那这些军事目标的防空 就受到影响 所以俄军呢 也是抓住这个机会 你看 昨天的巡洋导弹 是从基辅掠过 然后呢 飞往日托米尔和 赫米利茨基 除此以外呢 俄军这次打击 克里米亚方向呢 还打掉了克里米亚的一个通 通气管线 克里米亚现在天然气可能会中断 因为这个天然气呢 实际上导致了克里米亚地区能源紧缺 没有天然气 没有石油 没有水 那么克里米亚即使能够被俄军控制 这实际上克里米亚也很难发挥作用 所以乌克兰北约现在就是要完全切断 克里米亚的物资 补给 那么打掉格尼切斯克方向的这个穷加尔大桥 下一个更远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 乌克兰可能会使用这个射程超过300公里的这个风暴之影 来打击克里米亚大桥 现在没有打击 我觉得要逐渐的 要把俄军的后勤补给 主要向克里米亚大桥方向进行挤压 然后我再打掉你的克里米亚大桥 把穷加尔大桥打掉以后 所有的补给线路只能依靠克里米亚大桥 我再打掉你克里米亚大桥 两条补给线一切 只剩下一条路路 路路的话 我越过地音波河 甚至我的无人机都可以空袭 所以你可以看现在北约对整个克里米亚的战略 就是要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线 那么穷加尔大桥现在呢 打掉它的补给线 特别是天然气管线 那当地的格尼奇斯克的居民 格尼奇斯克居民 以及在克里米亚的 约两万人会受到影响 现在这个管线正在抢秀 从该大家给它公布的现场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穷加尔大桥受损非常严重 目前根据俄罗斯公布的 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显示呢 穷加尔大桥三个过境点 已经完全的关闭了 不允许从这过境了 道路全部封闭 看到了吧 三个点 这个红色区域 那现在呢 绿色区域呢 是可以通行的 这个红色区域呢 现在是已经禁止通行的 所以这次打击穷加尔大桥呢 实际上会造成整个的 克里米亚的后勤补给中心 后勤补给 那么逐渐转移 转移向扎布洛方向 克里米亚呢 很难成为乌军未来 在南部战区的一个后勤补给中心 过去啊 乌军打仗 把后勤物资运到克里米亚 然后从这个方向向赫尔松进攻 那么现在克里米亚的 自己的补给都出现问题 后勤补给要向哪 要向扎布洛州集结 补给中心 包括后勤的物资储存 就只能储存在扎布洛前线 梅里托本 比尔江斯克 马里乌尔方向 不可能储存在克里米亚了 因为这个物资运输出现问题 所以现在来看呢 乌军未来呢 打击梅里托本 马里乌尔 包括比尔江斯克 最终会完全切断克里米亚的后勤布局 也切断南部军区 俄军的重要的布局中心 除此以外 昨天对哈尔科夫 以及对库布洋斯克方向 俄军也进行了空袭 昨天对库布洋斯克 乌军的一个输血中心 输血中心 也就是兵战进行了打击 德连斯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频道上 也公开了当地的输血中心 大家可以看这是库布洋斯克 一个兵战 一个医疗点遭俄军空袭 这个输血中心是为了给乌军 受伤的士兵补给血战 补给血液 所以被打掉以后 库布洋斯克方向 现在实际上乌军的后勤 特别是乌军的士兵的血液 只能现在从后方来掉 所以现场库布洋斯克方向 现在已经没有新的血液了 所以打击的是昨天的血中心 除此以外 在文尼查、扎布洋勒、切尔卡瑟、基辅 利沃夫都发生大公共空袭 乌军昨天也对敦尼斯克进行了打击 打击的是敦尼斯克市内的商业学院 敦尼斯克商学院 大家可以看 敦尼斯克商学院大楼 这大楼现在已经被完全摧毁 商学院大楼 这个大楼在哪呢 他在敦尼斯克的这个河对岸 靠近这个医学院 敦尼斯克医学院 他离这个敦尼斯克医学院很近 如果在敦尼斯克生活过 知道这个地址 我一说的我应该清楚 他和那个敦尼斯克的一个工业大学 敦尼斯克还有一个敦尼斯克国立大学 敦尼斯克这两个大学呢 是在敦尼斯克的这个河的另一侧 在市中心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商业学院呢 是在靠近哪呢 靠近这个敦尼斯克机场 就靠近乌军控制区 佩斯基这个方向 所以昨天使用的是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极数弹药 敦尼斯克商业学院大楼 被完全摧毁 这是今天呢 关于穷加尔大桥空袭的最新消息 从整体来看呢 现在整个俄乌战争 特别围绕克里米亚 后勤补给中心 现在这个争夺逐渐的白热化 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来都会扩大 对对方补给中心的打击 克里米亚方向 这个穷加尔大桥 现在来看呢 已经被完全摧毁 这个后勤补给 特别是陆地 现在来看非常困难了 所以未来俄军在克里米亚 只剩下一条 克里米亚大桥能进行布局 克里米亚大桥未来会成为乌军攻击的重点 俄罗斯方面也会加强对克里米亚大桥的防御 俄首都莫斯科今天遭到无人机袭击 也说明乌克兰现在有能力打击到莫斯科 打击到包括圣比德巴 这些大城市 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特别这些大城市的华人 远离军事 还有能源纪有设施 要注意安全 特别这个无人机袭击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